我們亦都注意到很多朋友都說 裝不到機安抗疫的流動應用程式 所以我們已經加強了支援 這個流動應用程式安裝的熱線 我們加派了人手去接聽一些電話 今天我們都申請了一個電郵號碼 以及一個電話短訊的途徑 只要檢疫人士提供他的姓名和聯絡電話 去到我們的電郵 shs at ogcio.govdmhk 或者將短訊傳送到一個新的電話 5394-3388 我們便會有專人聯絡跟進 我們亦都留意到 有部份人未啟動密碼 所以在前日開始 我們已經再度發出電話短訊給他們 提醒他們盡快啟動程式 如果他們遲遲都未啟動程式 我們也會聯絡一下他們 如果聯絡不上的話 我們也會將個案交給衛生署和警方跟進 現在在機場使用的 就是藍色的監察手帶 配對這個程式是用的 一樣可以監察到有關人士留在家裡 但今天稍後 我們會開始在機場 採用一個流動應用程式 配對一些電子手環 因為電子手環 它是有定位的技術功能的 如果能夠配合流動應用程式 就多一重監察 令我們更有效地確定 有關人士是否留在家裡 因為今天來港人士 比上星期顯示已經減少了 所以我們認為現在是有條件 在機場開始進行 安裝這個流動應用程式 以及帶電子手環 我們首先在優美大航班 做這件事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我們會推展到其他項班